根據現在目前我們所能夠看到的 外媒的一些消息 包括這次到底 這個習派會會談哪一些的議題 那不外乎就是台海的議題 還有包括就是 尾巴衝突的問題 還有俄乌戰爭說也會提及 那另外還有當然 就是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是經貿的問題 以及還有軍事方面呢 現在呢這個美國方面也說 很希望能夠恢復什麼 軍事的溝通 軍事的對話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先來談 首先我們如果先講 這個習派會的時間長度 你記得去年 那時候的習派會是多長嗎 在巴厘島的時候也蠻長的 我記得是三個半小時 對 三十個小時左右 對 然後這一次呢 其實看到媒體的報導就說 應該預計可能會有長達四個小時 是的 但是呢這個四個小時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應該會比去年 還要時間來得更長 長一點 為什麼 再來 還有就是 預計可能就是說 白宮這邊有消息人士的透露 說不會有聯合聲明 不會有聯合聲明的話 跟上次就不一樣 因為上次其實是有聲明的 沒有聯合聲明 就不會有聯合的新聞發布會 那這個代表說 這一次的談判 那會談不是一個 友好性的訪問的會談 是很艱難的一個會談 所以對美國人來講 它是定調在管控危機 那對於中國大陸來說的話 它定調是直跌回問 對 所以彼此之間 對於中美的未來的關係 說要回到過去不寄期望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從正面看 直跌回問就是好事啊 不會再壞了 觀眾朋友您想想看 中美的關係 不會再壞下去 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 不會再壞下去 要不就是平走嘛 對不對 就是L型平下來了 但是也很有可能變成 U型再上來喔 那也就是說 本來是往下走這樣子 然後呢平再拉上來的 可能性有 我倒認為坦白說 這一次雖然說沒有聯合聲明 那就不會有聯合記者會 那就是個別發表 它的新聞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 還有很多隱藏的亮點 因為美國現在的華府 反中的氛圍還是很高 但是在反中的氛圍很高的情形下 如何尋找突破點 那就是美國人稱為 管控風險嘛 管控危機嘛 所以那中國說不要再壞下去了 可是不要再壞下去 其實是往好的方向走不是嗎 對 沒有錯 對不對 不要再壞了嘛 那就是從好的方向來 所以就是說最糟最糟 也不過就是一個L型 對最糟最糟 那也就不會再往下走 那你覺得是L型還是U型 我覺得U型的可能性最大 哦 U型是會往上走的耶 絕對會往上走 哦 好 而且是很微妙的 嘴巴很凶 但是行為卻很友善的往上走 哈哈哈哈 這種說一套做一套蠻好的 這個很符合 蠻令人期待的 這個很符合拜登 他們這個團隊的個性 哦 拜登這個團隊永遠是說一套做一套 他可以說一套好話做壞事 他可以說一套壞話做好事 沒有衝突啊 沒有違和感啊 因為反正這個團隊 本來就說一套做一套 過去他說一套好話 好話做壞事 是想懵中國 想懵 但是他發現他懵沒笑 而且已經三年懵下來 卡也沒笑 怎麼用都沒笑 所以他的這一套說好話做壞事 對中國大陸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中國大陸開始反打了嘛 而且越打越順 越打越多 美國已經開始越來越受不了了 坦白說美國現在已經快撐不住了 因為中國的反手牌給在打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反手牌是有節奏的 我敢保證美國也在分析 中國的反手牌的節奏 他開始估計他會承受不了 所以他必須要趕快止跌了 就是做損害控損了 說我已經造成損害了 我要控損 所以過去是說好話做壞事 現在一定是說不好的話做好事 說不好的話就是懵共和黨的人 懵民主黨那些反中的人 他要被內部有交代 對那要說得很凶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為了國家安全 我們一定要管控 然後我們在經濟上 我們絕對是要因中國的 我們在未來的十年 我們一定會超過中國 這個可惡的中國人 然後就一定會說一切 滿足共和黨 滿足民主黨反中派的話 但是開始要做好事了 因為不做好事 拜登就別想連任 這一群人就準備失業 回家吃自己 那到底要做哪一些好事 這個賴老師舉個例子 我舉例子菲律賓 菲律賓南海嘛 南海現在最棘手嘛 對不對 好 南海他要求要恢復 軍事溝通管道嘛 我覺得這次會坦承 大陸會同意 恢復軍事溝通管道 但是會有條件 例如說 對於有爭議性的島嶼 主權有爭議性的島嶼 美國的軍隊要恪守 國際海洋法的公園 那也就是 二四海裡的毗林區 你不能靠近 你是說譬如說 最近菲律賓在鬧的仁愛嬌 仁愛嬌不能進 黃岩島不能進 西沙不能進 太平島不能進 中國的所有的 控制性的島嶼 甚至有爭議的島嶼 你都不准進 我覺得這一點上 然後看你美國同不同意 美國不同意 那軍事溝通不會有 美國同意了 軍事溝通會有 但是設定標準以後 你美國只要違反軍事溝通 關掉 我覺得一定會把 這個條件講得很明白 就是說你只要說一套 做一套我就關掉 那開很難 關很容易 開很難是不是掌握在你美國人手中 關很容易是掌握在中國人手中 所以中國人要關掉它 容易的不得了 你要開你美國 你要費勁九牛一毛之力 你也不見得開得了 而且中國的態度就是擺明了 要干架來 歡迎 隨時準備 隨時 候叫 其實中國現在的軍隊 擺明的一個態度就是 要干架隨時候叫 美國也感受得很清楚 中國大陸是隨時要跟你打 這個時候才會造成 美國才會想方設法說 我們恢復軍事溝通管道 就是因為美國知道 中國現在已經抵制 已經準備好了 隨時給你開打 那這樣的情形下 各位想想看 對於美國人來說 在南海這個部分 它還是會玩弄假的 但是是虛的 例如說在菲律賓海 舉行更多的軍演 但又如何 對不對 然後但是菲律賓 要到環岩島 仁愛叫鬧的話 美國永遠 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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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在後面而已 然後那張嘴就叫你去鬧 可是菲律賓越鬧越難看 越鬧越無趣 為什麼 因為你鬧了十遍 鬧了二十遍 一樣把你趕走 美國一樣不敢介入 是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呢 在這一次大家要看的話 恐怕要看得比較細一點 就是說有時候 你當官司聽這個表面上的 這種說法 動不動就去講國家安全 所以要對什麼貿易 要對科技做一些什麼樣 什麼樣的這些限制 或甚至是說 美國可能是不是又在背後 縮使菲律賓 要去那邊鬧 這裡鬧那裡也鬧的 那這些可能呢 你說是不是都不會停止 這一點其實 剛剛其實聽賴老師講的話 就是說繼續嘛 可是它就會 對 可是它會變成是 它也就只能那樣 所以它不會讓它 再繼續的擴大 或者是再把它鬧大 它的軍隊 美國的軍隊會演戲 但是不敢跟中國的軍隊 直接較量 而且美國到西沙 或是到中國的領空 領海的機率 會往下減 然後穿越台灣海峽 也會往下再減少 然後聯合加拿大 然後要貼近中國的領海領空 或者匹林區的次數也會減少 那這個就是好啊 這就是管控危機啊 也就是說 例如說假設過去以前是五次 現在變成只要兩次 或是一次象徵性的 這就是往U型了嘛 那另外一個 我覺得在經濟方面 會變化比較大 怎麼說呢 拜登時代 是三個女人的戰爭 有這個葉倫 有戴琪 還有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對 然後他們每個人 都有一把衝鋒號 所以各吹各的吊 個人一把號 有的是鷹派 有的是鴻派 比方說像戴琪就是鷹派 但是像葉倫的話 他就是一個鴻派的代表 而且戴琪 戴琪是一以貫之鷹派 對 葉倫是一以貫之鷹派 但是葉倫我覺得 他也曾經辯過 他也曾經講話 講得變比較硬 但是後來其實在做法上面 他還是比較傾向鴻派 是的 然後戴琪就 永遠不能訪問中國大陸 對 那你這個蔓越談判代表幹什麼 你要談判沒你的份 你要代表代表美國可以啊 然後呢你跟空氣談 所以中國大陸 不過你不要說他這次也去 APAC的會議 他當然會去 但是他跟誰去 他跟誰談 我們要問的是 他跟誰談 他就是去開會的 那商務部部長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談 我跟雷蒙多談 財政部部長說 我跟葉倫談 現在已經有談了 今天談了嘛 對不對 然後何立峰 好 就是主管副總理嘛 管整個經濟部分 所以很明顯的 就是沒有你戴琪的份 戴琪你就靠邊站 好 我個人的推斷是這樣 在這一次拜登應該是下決心了 把他們的這個財經部分的 由葉倫來牽頭 所以雷蒙多跟戴琪 再怎麼樣可以表達意見 但是以葉倫做決定為主 所以葉倫是牽頭人 也就是說他說了算 然後由他跟拜登報告 最後是拜登做決定 我想這個事應該是定了 中國大陸這邊是何立峰 對 所以這兩位來談問題的話 各位想想看 那現在如果說今天商務部 又有很多不友善的動作 那中國大陸這邊的商務部 也會有很多不友善的動作 那就一定進入 這個副部長級的財經小組來談嘛 對 這個就是中美建立的 這個財經小組 那由他們來談了以後 直接跟他們的牽頭人報告 所以就不是像雷蒙多報告 是像葉倫 由葉倫去擺平雷蒙多 由何立峰去擺平 中國的商務部 本來一定是這樣做嘛 那一旦是這兩位的話 那你想我們就要問的是 葉倫的一貫的主張是什麼 目前來講拜登的民調 最差的就是經濟部分 經濟部分裡面 就和美國民眾最不滿的是 他的經濟的表現 他的拜登經濟學 真的是在美國 選民心中是破產 而且是包括民主黨的 他們都認為你這一套沒用 而且他們最恨最恨的是 你的物價降不下來 那葉倫已經多次的說 美國的物價降不下來 跟中國大陸有關係 雖然不是唯一的關係 但是跟中國大陸有關係 是因為貿易戰的關係 就你關稅你不降嘛 你不降的話 那你成本還是高啊 那你為什麼不降呢 所以你關稅如果一降的話 那你的基本上 你的國內的售價就往下降 那一旦往下降 這個問題就解決一部分了嘛 例如說0.5個百分點 或是1個百分點 現在美國的通膨是3.7嘛 他們的目標是降到2.1左右 那如果說能夠降到1的話 那不是已經很接近了 那聯準會就不用再升息了嘛 那不用再升息 經濟就不會衰退嘛 一個這麼簡單的關鍵 卡在哪裡 卡在戴琪 對 因為之前他就是 對這個關稅的部分 他咬得很緊 那個態度非常的堅決 那也過了三年 中國也活下來了 也不在乎啊 而且中國也把汽車廠 或者很多廠 圈到越南 圈到墨西哥 然後你能怎麼樣 對 然後它那個 就像一個回力鏢 一回來就是沒打到 把中國大陸打趴 反而是打到你美國自己 所以現在呢 既然這回力鏢是傷到美國的話 那當然只好戴琪閉嘴 然後換葉倫 而且我在想 這應該也是大陸 比較認可的一位美國官員 可以溝通的 比較好溝通啦 對 所以難怪 在這個習拜會前 我們看到是由他跟何立峰 兩個人在對話 對 所以為什麼不會是由 這個雷蒙多 或是戴琪跟何立峰 或是由葉倫 好 那這個不是就跟過去 美國人說 哎呀 葉倫在拜登眼中 沒有影響力 拜登要退休了 或是什麼 你看剛好相反 所以我覺得很多分析 是錯誤的 但是問題是那會做什麼 你知道就是說這次他們 既然你說在貿易上面 這個部分會有比較大的改變的話 你說會動到關稅嗎 你說會停止貿易戰嗎 會停止科技戰嗎 會針對限制出口的部分 做調整嗎 賴老師 首先我覺得 關稅一定要調了 關稅是立竿見影的 關稅一調 大概幾個月以後 美國的物價就會反映出來了 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第二個為什麼這個回答 就黃仁勳 他可以一直繞開美國的限制 然後還是一樣 滿足中國的AI 那就是因為 只要他不涉及軍方的 都可以用 問題就在於 在高科技的禁止裡面 中國跟美國的談判 一定會想辦法把美國 因為美國原本的定義是 是軍民良用 只要軍方可用的 都不可以輸出 但是歐洲的觀念是認為 只要民間可用的 都可以賣 那所以真正的軍事科技 是只用在軍事方面的 那只用在軍事方面 這個部分 中國大陸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中國大陸也是這樣做 只用在軍事方面的 那就不輸出 但是軍民良用的 是可以輸出的 因為他民間可以用 對啊 好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倒覺得會跟美國 有很多的談判 那如果說今天能夠 美國也願意往歐洲的方向 靠一點 那你想他的規格就會更緊了 然後釋放出來的 這個空間就更大了 所以英特爾啦 高通啦 或是輝達啦 他們的做生意的空間 就更大了 中國當然肯下訂單啦 這個對於美國的科技行業 來講的話 AI的發展來說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往上走 在這樣的情形下 中國才願意跟你美國 談AI的安全管制嘛 對 這次我有看到一個報導 他就有提到就是說 針對這個AI的部分 說習一拜這個是 會禁止讓AI用在無人機 還有這個核武的控管系統上面 所以你要拿什麼來交換呢 對不對 你如果你美國不願意的話 對不起喔 中國的AI跟你美國是不相上效 也就是說 全世界排名第一行列的 就有兩個國家 叫做一個叫中國 一個叫美國 英國已經是第二列了 而且差很多 所以中國不同意的 任何一件事情 你美國根本用都沒有 因為中國把它用在無人機 你用在什麼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好 所以你剛剛說到就是說 其實不要認為說 關稅不會調整 但是我不知道 你確定在這次習拜會 就能夠調嗎 我覺得不會 是一個方向 只是往這個方向靠近 因為中國已經把這次 談判的基本調定了 就是戰略性嘛 方向性 原則性嘛 那也就是 談的是中美的大政方針 細節 這不是領導人來談的 因為這個由部長來談就行了 但是中方要做的就是 大方向這個框架 要先框出來 所以你美國要談細的 中國要談大的 那這個彼此之間 我想中國在這個部分 不會跟你談細的 對 所以像貿易啦 科技啦 其實它是往這個方向走 對限制的部分 比方說對 有涉及到民用的部分 就不會一股腦的全都限制住 包括軍用的部分 可能把它撇開來看 分開來談 我用一些話語來表示 就是說貿易方面 要符合WTO的規定 那也沒有談你關稅的問題 但WTO處理的就是關稅的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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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句話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 它的那個方向了 所以要看的是 這一些原則性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我們常常看這些聲明 或者是這種原則性的 很古躁無聊啊 不是 覺得很空 本來就要空 因為大國的領袖 談事情是要談空 就是談方向 談框架 談概念 然後在這個框架的指導下 由各部會去把它具體的骨肉 就是肉把它填滿 所以大國的領袖 談的是把骨頭這個框架 房子的框架建起來 然後裡面的裝修 要怎麼裝怎麼弄怎麼弄 那就由這些部長級來弄 然後更細的裝修由副部長級 再更更細的裝修 就是由司長級來弄 這個本來就是領導一個大國 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不能夠一個大國的元首 不要去搞那個小東西了 小東西有時候一個科長 就可以解決了 有時候了不起一個司長 頂多一個部長都可以解決 不用到大國的領袖 大國領袖管框架方針原則 剛剛其實賴老師講到 到底是L型還是U型 我也想聽聽看 我們線上的網友的意見 你覺得就是說 在這次習拜會之後 我們看到的中美關係 將會是走L型的嗎 還是你認為比較有可能 是走U型的 如果認為是L型的 就是現在因為急降了以後呢 就一直平平的 能夠平平的 都已經很好了 就算是一個穩住 沒有再往下掉 就是止跌 都是亮點了 那個叫加1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認為說 其實呢是慢慢要往上 不管它的幅度如何 但是要開始往上的話 可以加2 好 我也看一下大家的意見好不好 大家不妨在聊天室裡面留言 我們來看一看好不好 看是選加1的多 還是選加2的比較多好了 好 那賴老師 那現在呢 當然我們在一方面看到 大家在 有很多事情寫L型 好 持續 持續來 大家歡迎你投票 可以想一想 還有X型的 打X覺得很X是不是 好 不過呢 來這個 我看這次這個 倒是大陸方面啦 其實在這個席拜會前 其實有蠻多的一些期待 那你說到底是對於什麼是期待 至少是止跌回穩的一種期待 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都是一些 比較溫和性的一些字眼 跟敘述 如果要繼續往壞走 就沒有必要再回談 那就去繼續打下去吧 你美國繼續出招 中國繼續反制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大陸領導習近平 他根本就不用來了 對 我覺得他沒有必要去 跟你好好談一談 那我個人是認為 美國應該有承諾 就是說不要再壞下去了 我們不要再壞下去了 他會做一點什麼 對 我覺得美國 會做一點事情 當然我相信 華府那邊的氛圍 到現在還是很糟 所以只要他們 放出嘴巴中要改善的訊息 他們都會說你軟弱了 對 然後會猛打 尤其特朗普的那張嘴 他絕對會猛打 說你是慫包 你撈腫 你像中國跪拜的 你跪舔了 習近平的腳跟 然後呢 你扒著他的大腿不放 然後你看到中國人 你就軟腳瞎了 所以你是真的不配 你們這個民主黨是爛透的黨 你不配領導美國 我要讓美國再度的偉大 所以我才會讓中國屈服 只要選我當總統 中國就會在我腳跟上 跪下來填敗我 那一定會講這些話 所以你想想看 對於拜登來講 民主黨來講 他面對一群納粹的 就是面對一群這些 民粹主義的瘋狂的 共和黨人 你說他怎麼能夠 在語言上說 那個要改善好的關係 是 所以強硬的態度 其實是來自於 美國的內部 要裝嘛 這種聲音 要演嘛 那所以拜登必須要 對內有交代 你剛剛已經講 所以我才會說 說一套要做一套 這次要說不好話 然後做好事嘛 對 好話還是講的不好聽 可是會慢慢 往好的方向去做 我想這個賴老師 其實講的 已經非常的明白了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比方說 大陸方面呢 對於美國的農產品 又要再多買一點了呢 反正都已經接待 愛荷華的農民了 又是老朋友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還有包括 就是現在也是媒體的消息 也傳出來說 大陸會針對限制這個 或者是這個不再去採購 這個波音客機這件事情 會有解除這個禁購令 是不是真的如此 其實我看當然啦 站在波音的立場 他們是非常的期待 那麼根據報導呢 這個波音方面 就特別有強調 就是說其實他們是 非常是希望 這個大陸方面 能夠趕快有一個轉變 因為呢他們還說 波音是每向世界 交四架飛機 就有一架是屬於中國的 交到中國的 所以可見他們是非常重視 中國大陸這個市場 而且還強調 未來二十年 未來二十年 中國大陸都會是全世界 最大最大的航空市場 所以波音怎麼沒有 怎麼能夠沒有中國大陸呢 那就要你波音的總裝在哪裡啊 波音的總部在哪裡啊 波音您有哪些州 是您很有影響力的州啊 您就請您的州長 還有您的這個州選出來的 眾議員跟參議員是聯邦的喔 加把力吧 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然後多去訪問 可能透過州長 所以州長要帶著你的參眾議員 還有你的州的議員們 然後呢還有波音的 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到各航空公司去考察 去辦交流 那這樣的話很有可能 然後中國的航空公司 會跟你們提出他的憂慮 中國的交通部會民航局 會跟你們提出他的憂慮 說你這款飛機的安全 要達到什麼程度 一旦都達標了 那當然可以賣得成嘛 那你要常來嘛 常走動嘛 農業也是啊 還華州啦 你很多農業大州 對 州長還有州選出來的參眾議員 加把勁 您的大豆牛肉玉米 賣到中國大陸去 不在話下 德州也是啊 您這個生產 農產品的大州也是 對 然後您或者是您生產 這個石油的天然氣的大州 您也嘗到 這個州長帶著你的參眾議員們 就到了這個中國大陸去多訪問 多去看看 然後到中國的石化基地 多交流 那中國大陸很有可能 跟你們下訂單嘛 聯邦政府 沒效啦 沒用了把它擺在那邊 地方的政府可以加把勁 還有地方選出來的 這些聯邦政府 聯邦的參眾議員 都可以加把勁 那這樣的情形 不是皆大歡喜嗎 是 不過呢 照現在這樣子來看的話 我想可能波音 還要做另外一個努力 努力 就是他還有的罰單還沒交 你的罰單要交 例如說你波音 被罰兩倍的錢要交嘛 繳金嘛 你繼續記得 對不對 那時候不是中國大陸 都已經對他開閘了嗎 還有罰金都還沒繳呢 繳了趕快繳 繳了負責任 兩倍罰金而已嘛 你賣給台灣多少錢 你就繳多少 兩倍的錢給中國大陸 罰金繳了 然後州長 帶著你的參眾議員 到大陸去訪問 我相信啊 這個波音的訂單 應該不久 就會陸陸續續的 世價世價世價這樣買嘛 那就關係可以維持的 長長久久 不過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議題 我想就是 對於台海的部分 現在呢 當然根據美國的媒體 也都強調就是說 美方將會重申一中的政策 另外呢 對於台海的部分 到底是談得多還是談得少呢 那篇幅到底會怎麼擺 台海問題到底 是不是所謂的重中之重 那你怎麼看在這一次 美國拜登會跟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說 這個我們台海問題 不要再有發生任何衝突的可能性的話 我拜登接下來會怎麼做怎麼做 怎麼做改善關係嗎 台海問題是重中之重 台海問題處理不好 中美關係走不下去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要問的是 美國人為什麼要打台灣牌 為什麼要打台獨牌 他打台獨牌的目的是什麼 打台獨牌的目的當然就是 一方面為了要逼中國大陸 拿東西來跟美國交換嘛 所以要你簽證你在聯合國 然後簽證你在朝鮮半島 你要幫我做很多事情 還有你國內要給我買波音 買個一兩百架嘛 對不對 所以他打台獨牌 那你都滿足我了 我就幫你控制台獨 這就是在小布希時代的時候 打台獨牌 那美國賺得飽飽的 賺翻了 所以特朗普上來了以後 也要打台獨牌 結果踢鐵板了 踢鐵板以後 特朗普跟他的團隊 尤其龐貝奧 他們還有波頓惱羞成怒 氣呼呼的 但是鐵板越踢越大 拜登上來了以後 其虎難下 繼續踢到更大的鐵板 所以非但在聯合國 中國安理會當主席 不斷的提出 讓你美國一直投下 否決票的提案 所以你美國的臉丟光了 所以你已經牽制不了 這個在中國 在聯合國的功能 你國內中國大陸 就是不給你買東西 你也一點辦法都沒有 朝鮮半島你說 中國你幫個忙吧 你前幾天才說的嘛 因為朝俄之間的關係 好到不行嘛 然後美國人就說 中國你幫個忙吧 中國大陸就說 你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所以你打台灣牌 在過去有效的東西 現在不但無效 而且你美國更慘 為什麼 防空識別區沒有了 台海中線沒有了 中國大陸的陸海空 特別是海空 在台灣的周邊的演練 更加的密切了 而且往北邊 日本的演練 也更加的密切 對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打台灣牌 非但拿不到東西 你還賠了 你壓力還越來越大 然後你還會擔心 終究一戰 這一戰一打 你美國人就完蛋了 為什麼 因為你 歐洲問題處理不好 中東問題處理不好 如果台海的問題又處理 或者是朝鮮半島 朝鮮打了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開了這麼多的口 你什麼辦法都沒有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歐島認為 美國乖了 一定回到一中原則 不支持台獨 美國不會說反對台獨 可是他們一直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次裡面 你是說沒有掏空一中的意思嗎 中國會很明明白白的問你 就好像在這一次的 四不二無一 就直接問你 不支持一中 不支持兩個中國 不支持一中一台 不是不支持一中 支持一中 不支持兩個中國 不支持台獨 不支持一邊一台 就越問越細 覺得中國大陸在這一次談判中 也是一樣會越問越細 而且你要給我回答 這是考試 不回答 中美關係走不下去 好 來 所以今天我想這個 我們花比較長的篇幅 來談這個習拜會 那習拜會 其實照剛剛這個賴老師 的分析的話 大概就是幾個重點 我重複一下 就是第一個 中美關係可以看 習拜會之後是止跌了 止跌但是能不能夠 像U型的往上走 我想其實賴老師 還是比較樂觀一點 但是呢 我看到我們線上的網友 很多人都認為說 L加1 就是認為就是不會 就是大家 沒有像你這麼的樂觀 沒有 我大概這樣比 好 這樣 然後這樣 這樣 那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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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 而且重點是賴老師 還是特別認為說 話還是會講的 不怎麼好聽 不怎麼重聽 然後那種空話 你還是要繼續的聽 但是呢 其實從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這一次他是專程 我必須說他是專程 來到APEC 他不是說 我先去開個什麼會 然後我順便再來參加 他就是專門來參加 APEC峰會 然後專門在這場峰會裡面 又跟大陸 美國的總統拜登建立 有誠意 對 這個是真的 我認為是有誠意 有誠意 有誠意的表現 而且還要見美國的 一生老朋友 對對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其實 其實他站在他的角度 他是這個大陸方面 是非常重視的 否則的話 而且還要宣衛僑胞 對 華人在美國的貢獻那麼大 對 那畢竟因為我們 我們原本都認為說 美國現在經濟每況愈下 美國現在怎樣 所以他現在是看到 到處在開闢戰場 已經是疲於應付 他必須要把中國大陸請來 或者甚至你要說是求來的也好 但是就是好像是美國有求於大陸 但事實上大陸呢 也不能夠什麼 沒有美國 但大陸也是非常重視 相互需要嘛 兩國的關係 相互依賴嘛 對 所以這一點呢 其實是說看未來的中美關係 也不至於再這麼樣悲觀下去了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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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鐵獦 太陽星全校效果 三十字花 三十五十十五 零十五 三十十五 二十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五